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行政单位跟立法单位呢 在整个监督的这个事项上面 如果出现这么多的这个矛盾跟对立 是否在这个行政的这个执行上面是非常的困难的 这个院长刚上任也不是算太久 但是在故宫呢 是很久了 对吧 我想这个前前后后的所有的这个执政的过程 这个执行的过程 执行的过程呢 我您再在亲属不过了 所以我想这个资讯的这个提供 那么沟通的问题 这个冯院长应该是了如资长这些资讯 那么除了这个沟通的工作 还有这个整个跟立法院的这个 这个知性的这个说明 这个工作呢 希望院长要多加强 好吧 好的 好 那么今天的本席呢 有两点呢 来就叫这个我们院长 那么都是有关于我们今天 必须被解冻的这个案子 那么院长说了一些说明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虑啊 想听得更清楚 那么第一点呢 是针对我们现在呢 故宫呢 因为路客的这个人数的增加 导致于我们故宫参观的品质的滑落 这个问题呢 当然也是这个故宫呢 要进行大故宫计划呢 被叫急迫的这个形成的主因吧 是的 OK 那么可是我们从中间呢 去发现到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故宫呢 不应该只是台湾的故宫 是全世界的故宫 所以呢 故宫呢 应该要针对全世界 来进行行销采示啊 我们不能只帮我们的这个 这个业务 这个参观的这个人数 只focus在 只焦距在这个路客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现象啊 现在呢 欧美的游客 逐渐的减少 比较严重的 我们看到你一百年度呢 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 这个现象 这个呃 院长不晓得 有没有所警惕啊 有 有没有所警惕啊 委员 其实前一阵子的质询 也有问过我们这个 其实欧美人士来台湾 当然我们要呃加强 呃我们现在在呃这个多语文的网站 还有英文的电子报 还有国际竞赛上面 我们都尽可能用我们的力量去再去推广了 我我还担心的是说你去忽略到这个问题 这一个受调查者呢 也就是参观人 都认为是说 这个参观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游客呢 说话的声音太大了 所以这个是现在故宫的问题 品质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地方太小 然后呢 太吵 是不是就是这样 白话文讲 就是这个样子了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改善的措施了 OK 哇 那你有什么目标吗 你要改善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就以不要以路客 好不好 啊 我们也不要以国内的游客 我们就是一直在讨论的 啊 比较往世界性的 有欧美的游客 你做这些改进 那么你有什么目标 也就是说 你在什么时候 你希望把这个21%的滑落的参观人数 欧美参观人数呢 给救回来 还是你这一年有什么进展吗 经过的这些改进 首先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自己评估过 欧美人士没有来台湾 或者没来故宫参观 有部分的因素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欧美的经济不景气 使到参观人 来到台湾的人数就减少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 我知道外交部也有推非常多的计划 还有观光局也有 那我们呢 就我们自己的力量 就是加强我们的宣传 透过了海外的交换展 然后让提升 故宫博物院的一些 所以你把这个主因呢 把它归类于我们欧美的观光客 来台的观光客 这个人数是减少的 是吗 不是 我不知道他就 其实我时间也快到了 这样子很快的 好不好 那么呢 我是比较期待 你呢 在等待这个大故宫的计划 能够完成之前呢 我们现在啊 你现在 不管是欧美客人 国内的客人 甚至大陆的客人 对于故宫的印象 就是太小太吵 对吧 那是否呢 你有去考虑呢 对于我们现在镇馆的使用 再加以改善 也就是我们整工人 我现在看看现在的现况啊 现在的镇馆展览室 是2694平 可是呢 你有518平 也就将近20%呢 是非展览用途 譬如呢 是餐饮 譬如是你们的商店 我一直啊 对于你们这个商店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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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一楼的正厅啊 造成整个 整个这个进出啊 还有整个 这个 在参观的那个氛围 那个气氛呢 那个整个商店就像个一瓶馆 连那个楼梯间呢 墙壁上呢 布满一些名作 我是很看不下去 我 我 我建议了啊 也就是说 必须 把现在这个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呢 是否呢 把这个镇馆都能够呢 归为这个展览来使用 您考虑考虑 好不好 我时间也到 那么 最后我站个20秒钟 提出一个意见 您可以给我做说面的回答 或者是你等一下解冻的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再做说明 就是说 今天的第四案 有关资讯管理的部分 那么资讯管理的部分呢 你有一个工作计划呢 叫做打造故宫 成为全球文创 产业应用重镇 OK 这项计划呢 是属于爱台12项建设计划之内 那么封为四年来使用 来 我们来办理 那么我们看你们呢 今年是最后一年 那么前三年总共变列的 41921万7千元 102年度 最后一年 变列550万 你们的成效报告呢 就是培训人数 这个演习时数 还有这个提案数 还有成功展两展 参观人数800人次 院长 这个计划呢 这个讲得非常的响当当 要打造故宫成为全球文创产业重镇 这个计划与你们实质 实行这个计划 不太吻合 你不能只办机场 这个研习会 培训云 就有你这么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 可以呈现的 好不好 下次你们做这个计划跟执行的时候 希望你们能够名符其时 好吧